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我们回答一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有个小伙伴问的 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劳力士的滴滴系列 就很多人没看过我怎么玩过劳力士的滴滴系列 就是那个总统代码 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系列 并且是劳力士的起航系列表块 劳力士的滴滴 我以前有玩过很多 有很喜欢这样一个系列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36尺寸 非常经典 也非常适合亚洲人佩戴 并且佩戴在手上非常好看 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 休闲的 还是正装 都可以戴一只滴滴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小混混 还是大哥 还是企业家 还是非常绅士的人 都适合带滴滴 就是没有不适合的 除非是小偷 小痞子他们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什么工人 什么煤矿工人 你说带个滴滴滴 在那边挖煤矿 我会觉得很奇怪 它这个系列 我可以说是 几乎很多行业都可以佩戴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劳力士万端定盘 那我为什么不喜欢玩劳力士滴滴呢 是因为我这时候玩古董 劳力士 那么很多人会说 对啊 那滴滴就有很多古董款 并且它有很多 宝石面啊 陨石面啊 对啊 孔雀面盘啊 千金石面盘啊 马脑面盘啊 就好多好多 那你为什么不玩呢 对啊 你这么喜欢古董表的 这么喜欢这么漂亮的手表的 就是因为滴滴的这些特殊型面盘 在历史上到今天为止来说太多了 而且劳力士每年都在推出 你会发现新款劳力士它有很多特殊面盘 也有很多马脑面 陨石面 稀有面盘 孔雀石面盘 等等等等 有很多这个面盘 所以说滴滴的这个盘嘛 太大了 你们明白吗 它款式这么多 你说你买的是很稀有的滴滴 其实它并不稀有 就很多人今天玩滴滴是因为喜欢玩那个彩盘 喜欢玩那个颜色 喜欢玩那个天然的那个宝石的那个样子 但这种盘面很多很多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我印象中我玩表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知道80年代跟90年代有一批 就劳力士不知道怎么上外流出来的 有一批单独的这种这种滴滴面盘 是正品吗 单独的 它都可以装在那种金色的那种面盘上面 当一个保湿面盘卖给你 因为单表嘛 你又查不出来 所以说滴滴就是这种有色面盘 这种所谓的稀有面盘其实有很多 所以说它整个这个盘子很难炒 就是没有草家愿意炒的 没有人愿意去玩的 除非你是真的喜欢 像我是也喜欢滴滴这个细节 但我不是说很喜欢 而我更喜欢迪通纳 我更喜欢水鬼 我更喜欢JMT 我会觉得那些东西没有那么复杂 对吧 就一代一代纯程 不像滴滴 滴滴有很多的特殊款 我会觉得演化了烂 我不知道是挑哪一块更适合我 虽然说那些面盘都很好看 然后再说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 我为什么不玩脑力是第一 是在于那些保湿面盘是非常容易开裂 非常容易损坏 非常容易坏的 哪怕你这个小表不是扔在地上 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它的面盘比较干涩还是什么 它很容易开裂 而开裂以后这只表就没有价值了 就很多人买这种保湿面盘 你们没有去仔细看 就多多少少有很多保湿面盘 都是有开裂的 有开纹的 这种面盘就大大的损失它的价值 并且现在就我知道 因为它科技比较发达 有一种药膏 有一种药水 它可以让这种天然这种石头 让这种裂纹修复 就让你看不出来它之前有开裂过 非常难去辨别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我很少去喷滴滴 因为开裂的面盘太多了 我喜欢的很多面盘都没有很完美的 所以我找不到一只完美的我想去拥有 并且从历史上来看 老历史滴滴系列出过太多太多 类似于这种盘面了 太多太多 这个盘太大了 并不是很稀有 就你所谓说 我买了一只好像身边没有人了 只有我有 其实有很多 所以说滴滴除了最早是那种油漆面盘 可能我们刚刚养好吧 还有点后遗症 那个就是滴滴啊 这个面盘上面 会早期的有那些油漠 油漠型面盘 漆面面盘 我会比较喜欢玩 因为那种不是宝石面盘 那种是有颜色的 红色啊 蓝色啊 绿色啊 那种会觉得非常有味道 然后摘上那些小钻石 非常好看 中间的那种什么 什么大家的什么 马脑面盘 什么那种独眼龙 什么那种天树 无字天树 孔雀盘 什么青金石面盘 那种都是很多 而且有很多是光盘 我都可以直接装上去的 而且有很多面盘 都是有开裂 都是有损坏的 然后并且今天是有很多科技 高科技的东西 可以去修复这些面盘的 但这些面盘让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鉴定不出来的 所以说滴滴 大家玩的话 就是玩一个稀有 但是滴滴的东西并不稀有 所以说滴滴这个系列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你可以去玩 像你问我 因为我不是说很喜欢我 我当然喜欢 但我不是很喜欢的话 我有可能就会买一两只 拥有过就可以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玩 老历史啊 水鬼啊 GMT啊 那些非常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没有说有什么 其他特殊的这种样子的 这样一个传承下来的 这些体系的这些老历史手表系列 好吧 所以说有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不玩滴滴 那我解释了一下 大概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吧 那就说到这边 谢谢 谢谢观看